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的推翻了满清王朝 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 中华民国 那么在99年后的今天 就在两岸的政客们讨论是否一起来庆祝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 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 中国近代史学者辛浩年教授 在沉寂了四年之后 日前在多伦多高调开启了他迎接辛亥百年系列演讲 那么今天我们荣幸的请到了辛亥靖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 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些解答 辛教授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上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记得您上次上我的节目是在差不多四年前 当时是在纪念孙中山先生140周年的诞辰的时候 是的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也在问 说这些年辛教授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沉寂了四年 而且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留言 说辛教授这四年是不是被中共和谐了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是的 我也看到了 其实很简单 《随之心中国》是十一年前出版的 出版之后我一方面讲演 一方面编杂志 一方面做研究 那么大约在2007年初左右 我觉得我想研究的几个课题逐渐的成熟起来了 再加上我也想到我已经是向六十迈进的人 我还有好几本书要写 所以我就想专下心来写述 继续深入地研究我关心的历史 这是我的想法 在这四年里面你一直在埋头写作 其实这四年我一直在埋头写作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已经完成了八十多万字 很累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为了专心写作 我就泄辞了许多方面的邀请 我想一心不能两用 何况我写这些书也是为了向历史负责任 也是讲真实的历史 所以目的是一样的 我就采取一种自甘寂寞的态度 所以我才能够写出这么多来 也许不久以后 读者朋友们 关心我的朋友们 就能够看到了 我自己也觉得 立心有抱歉 因为大陆的朋友来信很多很多 他们不但关心我 为什么不出来讲演 而且关心我的健康 我告诉大家 没问题 第一 我不会被和谐 这是银行网友比较关注的 因为一个人是靠信念活着的 我们的信念 就是我自己祖国的民主和自由 怎么能够停止下来 不会的 大家放心 你看我这不是又出来了吗 对不对 昨天我看到了 您在多伦多演讲之后 这个新闻播出之后 在这新闻的后面 跟了几十个帖 都是很多大陆朋友翻墙过来看 大家很多高兴 说期待已久了 终于又看见这个新教授出来演讲了 那么您是什么原因 促使您在四年之后 这次决定出来要演讲 关于辛亥革命这个系列 就像我昨天讲的 共产党逼我讲辛亥 因为我本来打算 明年一百周年的时候 我们黄黄港杂志 将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媒体们一起来 做一次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到时候我也自然会有一个讲演 我准备再熬一年 可是我一看 情况有些异常 第一 中共在大陆花了重金 开始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是 我们看到了 在电视剧《大武汉》的启动仪式里面 和其他有关辛亥革命的启动仪式里面 他已经明确地说出了 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证明中国共产党 遮阵的政治合理性和历史合法性 我心里当然觉得好生奇怪 难道一百年前那个推翻专制 创建共和 推翻满清 建立民国的革命 可以来证明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大陆人民 复辟专制统治 61周年的理由吗 所以我认为 他要利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来把自己打扮成辛亥革命的 正宗的接班人 继承者 孙中山的继承人 可是在同时 他又在海内外 一波一波地掀起了 批判孙中山 否定辛亥革命 甚至辱骂 浮现 鞭视孙中山的所谓恶朝 那就说明了一条 一方面 他要做接班人 辛亥革命的接班人 一方面 他害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和辛亥革命的革命理想 会在中国大陆社会 铭接我们人民当中 迅速地传播开来 我以为这是我想提前纪念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 最重要的理由 那这里有个悖论 就是说 为什么共产党今天还高调地 纪念辛亥革命呢 它跟辛亥革命到底什么关系 这些年通过 像您的这个 《学士新中国》 还有一些中国这些 有良心的学者们 也在逐步地披露 更多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真相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 那它这么高调纪念 那么是不是会是中国人 越来越多地了解了 辛亥革命的真相 比如说 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是中共推翻了 辛亥革命的成果 这么一个结论呢 共产党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 反动派都是非常愚蠢的 这是他们的领袖说的 他这个做法本身就很愚蠢 如果真心纪念辛亥革命 把中国从专制 推向民主 谁会反对你呢 你因为害怕专制 倒台来纪念辛亥革命 讲假的 你是在反反思 中国大陆人民 经过几十年的反思 已经认识到辛亥革命 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 辛亥革命创建的大中华民国 是个什么样的中华民国了 你今天反过来说 又说它是失败的 又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 又说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又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它是真正走向共和的革命 所有遭受了共产党专制 亚迫统治 61年的中国人 认为你是真正走向共和的革命吗 这是第一准 第二准 最近又不承认国民党看战了 五年前胡锦涛说 国共共同看战 现在又不承认国民党看战了 这叫反反思 他认为如果把看战对这一个状况 实际状况历史真实 让人民知道了 共产党不看战 让日本越占地越好 多占地多好 在这个情况下 你不是很 把自己的话又否定掉了 已经把人民的反思成果 就是说人民的反思成果已经铺天盖地 你今天又反过来 想把它消灭掉 你能消灭得掉吗 不是说你今天不是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 禁锢中国大陆人民的思想 和自由 整整三十年 结果出了什么呢 结果出来了历史反思 出了我的书 出了更多的反思历史 承认新开革命 承认百发是蒋先生领导的 承认抗战是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 是蒋介石领导的这样的成果 你今天不得已承认了一点国民党抗战 你为了自欺的政权不垮 反过来再来撒谎 你能撒得下去吗 你能让人民相信你吗 这就叫欲传 我们注意到武汉市的市长高调 说我们要花200个亿 砸200个亿 争新海革命100周年纪念的落地权 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说了 就是当时的10月10号是在武昌爆发的起义 所以他觉得他是正宗 要花200个亿来自作 然后大陆有几个城市 我们发现也是在争所谓的举办权 广州 对吧 南京 那当然台湾现在也是在积极筹备 那您觉得 这种100周年纪念新海革命 到底纪念什么呢 他们争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这么说 在中国大陆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和绝大多数的人民 甚至于包括中共官场上的许多官员 他们心里都很明白 知道应该怎样纪念新海革命100周年 也知道新海革命是个什么样的革命 可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层层统治集团 需要把这个纪念新海革命变成 就是我刚才讲的 证明自己专政 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活动 对外就是统战 新海革命可以统战华侨 因为这是个推不倒的革命 砍不翻的旗帜 对台湾可以统战台湾的国民党 对内呢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前提下 你只能看着我 听着我怎么纪念 你可没有人自己纪念的权利 中国大陆人民能够自己举办一个新海革命 100周年纪念会来纪念新海革命吗 不可能吧 不仅如此 它还要向操控海外纪念20周年64年 它要操控全世界纪念新海革命100周年的活动 所以在海外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昨天在开场班里面说的 现在有一些反对新海革命的人也纪念新海革命 这是好事 只要你纪念就是好事 也有些否定新海革命 谩骂僧中山的也纪念新海革命的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变过来了 是好事 可是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党 有一些团体 他们纪念新海革命 他们纪念新海革命 不谈革命 甚至否定革命 称革命就是暴力 他们纪念新海革命 过送康良改良 过送保皇改良 公开的 他们纪念新海革命 不提升中山 不说三民主义 不讲中华民国 更不给说反对共产党专制 这叫纪念新海革命吗 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看到大陆的情况 会揣摩到海外的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海外乱骑飘扬 你就知道后面有一只手 那就是大陆在控制着它 海外所表现的纪念新海革命 的一些奇异现象 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企图借纪念新海革命 来行使自己那样一种 准确的说 来企图继续实行专政统治的 一个伎量而已 所以我相信 广大的人民 社会各阶层的人民 各阶层的知识分子 甚至于包括中共的 一些官员 他们很多人也是想纪念 新海革命真心纪念的 可是它纪念不起来 要相信 许多演员导演 编剧 比如说 新海革命这个大剧 中共的重头戏 就是走向共和的原班底拍摄的 他们在启动仪式当中 发出了一个信息 公开的说 我们破这部戏 大家最有激情 最有爱心 最愿意把它表现好 拍好 比拍建国大业更来劲 更有感情 这不是已经把人民想真正纪念 新海革命的心声说出来了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迎接新海革命 我们要看两条 一条 共产党当然是假的 你希望它真 可是它很可能就真不了 甚至说肯定真不了 可是人民 包括更广阔的人 人民的范围 他们是想真心纪念新海革命的 可是没有权力 想再多的钱 都不属于人民纪念新海革命 一百周年的目的和范围 那么我们海外就应该真心的纪念新海革命 以表达大陆人民的心愿和希望 昨天在您的演讲里面我注意到一点 您当时讲的是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那么把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满清 就是晚清最后阶段那个做一个对比 那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我想如果简单地说 从思想方面 晚清的时代是中国从专制思想 走向自由开放的时代 为什么 因为它要学习洋人的科技 它又要传播西方的文明 相对于古老的中国 相对于君主时代的漫长的历史来说 它当然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的时代 开放刺激着人民 开放也让人民懂得了新的世界 就这一点来说 共产党不如满清 因为到现在还要抵制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西方的民主 不如吧 第二 在文化上 满清 虽然是满人统治了中原地区 建了满清国 大清朝 可是它传承或继承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满人灭了我汉人的国家 却被我中华民族同化了 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它从来没有说过它不要中华民族的文化 可是共产党在49年建国以后 要与传统文化做彻底的决裂 这是事实 前30年 后30年到今天为止 它表面上在宣传中华文化 实际上是像你们所说的 还在宣传它的党文化 党文化是什么 就是马列文化 是从西方人不要的19世纪的垃圾文化里面 传到中国来的这一部分 它还继续保存着 还要发扬光大 还要加强马列主义的研究 还要加强大学新文学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和教学 还要破灭任何敢于挑战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 中宣部最新发的几个文件 都是这么说的 我在网上都看到 所以在思想上 它也不如满清了 中国人从来是信仰自由的 中国历史上宗教从来自由 恰恰1949年以后宗教不自由了 信仰没有自由了 就是允许你副教的存在 就是允许你基督教的存在 它还要建个什么 爱国教会 还要派个党主 中国副教协会的主席 还是共产党员 死的时候 实际上还盖个党旗 你信任何宗教前面 必须先信马列 强迫西藏的喇嘛去学马列 不给新疆的维吾尔 做老婆兴去读可兰经 读马列 这还谈什么宗教自由 不存在了吗 61年中国人民 丧失了全部的宗教自由 大陆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 我想你们都知道法轮功吗 它不就是一个信仰自由吗 就是个街市自由吗 它就是静坐在那个地方 你就要抓 你就要杀 你就要打 你就要补 你就要把他们赶到海外来 如果你是信仰自由的话 它就应该能够应该 自己去成长去发展 如果它对社会产生了危害 它自然就成长不了 用不着你抓来杀 中国古代一代的皇朝 连魏晋南宝朝时的南朝 皇帝信佛教 知识分子反佛教 它跟着搭了一台辩论的 辩论输了还不抓他 你说倒退多少 所以从思想上来 信仰上 宗教来说 它都不如满去 那么从新闻自由方面 新闻自由 我报个数字吧 我昨天讲了好像 1898年 就是无需编范那一年 人民可以自由地办刊 办报60分 到1911年新海革命爆发 人民可以自由办报487分 95%都是民间报刊 我昨天举过例子了 跟现在相比呢 可是有两点 它是一样的 经济上搞改革开放 第一度满清30年 第二度1900年以后11年 可是失败了 国没强 兵没强 国为富 腐败重生 齐身齐掌 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广大人民更受苦 一模一样 跟今天确实是非常相似 只改经济 不改政治吗 第四个 政治改革 满清好好赖恨 进行了100天的政治改革 就是政治变法 百日违心 百日违心 此时以来后 认为触及了自己的利益 杀了六君子 破灭了这场政治变法的要求 放逐了22个变法违心人士 跟中共一样 中共比他厉害 1989年是坦克车机关枪 进了北京城 公开屠杀 赶走了太多的 要求改良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 他们现在还在海外 连我这个不算是改良派的知识分子 也待不下去了 94年自己跑出来 自我流放 你看 思想文化 政治精气 有多少相同的 有多少不同 可以说比晚清的专制更厉害 比晚清的统治更黑 跟晚清的经济改革开放成就 是一样的 短暂的辉煌 晚清出了个大上海 新上海 共产党把大上海 新上海变得更漂亮 更吸引人 出了个深圳 对啊 深圳就是当年的上海 对 对不对 所以 如果用历史比较的话 辛亥百年之前和百年之后 是一个令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感到痛心的比较 我们走了回头路 回头路 我们连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所允许的思想文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这不是满清都有的 今天都没有了 你说这是走向共和吗 不是 它是走向专制 不 它是走回专制 它是全面专制 它是超级复兵 那么最近我们在新闻上注意到总理温家宝在最近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 而且提出民主和自由这么一个在中国属于禁止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有一句话你昨天提到了 他提出如果不进行政治政治改革的话将是死路一条 这是指什么样的死路一条 我昨天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完这句话以后 海内海外 一半是骂声 一半是歌颂 看着穿的人骂的 看不穿的人叫好 怀着保共改良心态的人 天天写文章歌颂的 我一直没吭声 但是我昨天讲的 他说不进行政治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那我昨天问过 中华民族会死吗 中国人民会死吗 中国会死吗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两度亡国 喝酒被分 分酒被喝 中国从来没死过 中华民族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肃金磨烂 今天全世界人口低位 会死吗 只有共产党会死 所以温家宝先生的话 不是在救中华民族 不是在救中国人民 不是在救中国 他还是在救共产党 因为中国不会死 中华民族不会死 中国人民不会死 只有共产党会死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这就是高唱 所谓政治改革的调门 预防人民革命 如果我们把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 刚才您介绍了 和今天中国的现实做比较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离孙中山的那个理想 还差多远 说差多远都是很客气了 倒退了太远太远 因为我刚才讲了 即便是被革命推翻的满清王朝的统治 也比今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人民的统治要相对宽松 所以我昨天说了一句话 国比党大 这才是正常的 党比国大 这就不正常了 今天的一切 一切的自由的被剥夺 就是因为党比国大 所以跟晚清相比 令人悲哀 令人痛苦 令人愤怒 一百年 那一条好端端的路 艰难的在走向共和的道路 就被四九年以后的这六十一年 成绩的颠覆了 把中国三千年 甚至于五千年的基本文明给颠覆了 八年专制统治者 君主统治者们能够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 全部剥夺了 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问 就说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偏颇 比如他这个做现实的比较来说 那今天至少 他说你看我们住的条件比原来要好啊 这个有的甚至还是有车开 那么吃的也是很好 从物质上来说 确实是享受比过去多得多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现代文明以及设备 那为什么说现在又步入过去呢 你不能否认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效 也不能否认相对于毛泽东时代 它在许多方面有所进步 但是就跟满清王朝的专制改良一样 这一切的改革 这一切的进步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目标 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利 就像我自己说的 昨天说的抓权 现在还加上一条抓权 这是一 第二 我们讲你现在比满清王朝时候活得好 我觉得讲这个话是不准确的 应该脸发红的 全世界一百年前跟今天相比 能比吗 即便是美国今天比一百年前的生活也不知道好多少 可是人家的比较和我们的比较拿来一看 那究竟谁的差距大 谁的差距小 为什么我们比人家差距小 人家百年前后差距相比那么大 是因为我们曾经倒退过 毛泽东时代是一穷二百 不穷民穷 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 国家富了 这不是实话 是政府富了 人民富了 这不是实话 跟满清一样 是特权阶层富了 在满清的时候叫做社会深商阶层 他们拥有了权利在改革开放当中 拥有了财富 官商富了 今天中国大陆不是一样吗 所以有学者说这是国进民退 对 要谈到今天人民的生活进步了 相对进步是有的 绝对进步 就差得太远了 甚至于还在走向反面 只要关心一点中国大陆网站的朋友 看看中国大陆消息的朋友 看看那些天灾和人祸 你就知道 它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 我是把数字给你贴 晚清历史上 1910年全国爆发的人民抗暴斗争 反抗政府暴行的斗争 才多少 才283起 去年是16万起 900倍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您这次来多伦多是进行这个迎接辛亥百年系列演讲的第一讲 是谁孕育了辛亥革命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也非常想知道您的这个系列演讲的计划和下一站 因为我这一次的系列讲演 因为我这一次的系列讲演 我刚才也说过它的原因 为什么提早了一年 那是因为我觉得 必须首先把这个历史的真相说透 辛亥革命是怎样被孕育出来的 辛亥革命到底是个怎样的革命 辛亥之后中国的这一条路是怎么走到今天 我们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 我们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历史 对不起申中山先生 对不起辛亥先烈 对不起一百年来 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富强和走向共和 真正奋斗牺牲的好几代我们的先进和先贤们 十八九世纪的俄国的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赫尔琴说过一句话 追寻过去是为了追寻将来 向后看就是为了向前进 那么我今天讲辛亥革命的历史也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在这个一阶段的讲演里面 主要是就辛亥革命本身的历史的真实状况 提出为一个普通学者的自己的见解 我希望它比较能够符合历史的真实 也能够让听到我的讲演的朋友 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和辛亥前后的中国差别有多大 是如何的让人痛心 我们都会十分期待您的这个系列演讲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这次的特别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